What up guys welcome to Magpie 其实今天我要和你聊一个我很不想聊的话题 这是一个从我们开始到现在 似乎每周都有人问的问题 可不可以做一个一面这样的视频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因为我不觉得网上有没有说过的话 没有教过的酱 没有分享过的技巧 但是你们真的要听我说的话 我就陪你们叨叨一会儿吧 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做点员工餐 好第一个我们今天要做的Raguola Bolognese 它是一个最有知名度的红酱 它就是个肉酱一面的肉酱 来自于Bologna去Admiria Romagna 它是一个长时间炖完的类似于肉糕汤 然后垮一勺配在面上 这是一种酱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Pasta Genovese 通常会用青酱 这也是一系列的酱 就是做一个单独青酱半成品 和你的面拌在一起形成最终酱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经典的Gabonara 或者是Caccio Peppe 它其实是面和生食材带有一点点的面水 最终在锅里边把它汇成一个最终成品的酱 今天我要教你这三个技巧 这三个派系做一些微微的调整 以及我们的小风格的改变吧 那不多废话我们先开始 说到肉酱一面 我们肯定会先从肉开始 传统意义上来讲 肉酱一面Raguola Bolognese 它里面不会是纯一种肉 比如说牛肉 它里面通常会餐猪肉 小牛肉或者甚至是有时候羊肉 看你了 它肉也不一定完全是肉米 它有时候会是肉块炖炖成丝 在Ameria Romagna这个区域 就Bologna这个城市 和Bologna周边的区甚至一个洞堂一个洞堂一个城区 它们都有自己风格的肉酱 都叫Raguola Bolognese 我今天给你们做一个我的版本 你看带有了很多传统因素 但是肯定不经典 意大利人别嚷嚷 然后装意大利厨师的中国厨师也别嚷嚷 你看这边我准备的是猪肉和牛肉 这个是我们厂子里面出来的熟成煸角料牛肉 你也不用打成米 你可以直接用牛肉的煸角料直接烤 传统意义上来讲很多配方很多博主也好厨师也好 他们都会跟你说在锅里面把它炒上色 我觉得这很烦 你要是家里没有烤箱的话 那你就用锅吧 我个人我肯定会用烤箱更均匀一些 然后我不用手着 然后这边是我亲爱的阿辉 刚给我准备出来的烤盘 上面刚好有我们熟成牛肉冰角料的牛油 这边放的是猪肉 所以这边是4斤猪肉 这边是4斤牛肉 直接把它送进烤箱去晒太阳去 给大概10分钟 我这边设置是250度 因为我的烤箱是一个乐性 你家里的烤箱的话 你爱给多少都给多少 你顶满都无所谓 然后你就仔细观察就行了 好了 这个是一些Here's one I made earlier 这是我们那一期视频 剩下来的没有用上的蘑菇 打成了碎 这是萝卜丝和西芹丝 我们是直接用那个机器的刮盆来刮出来的 我为什么不会选择切 也不会选择打 因为刮会让它提前卸出来点水 在锅里面会给我省大量的时间 然后洋葱 红萝卜和芹菜的比例就是211了 但是你真的是实在要配方的话 求我蘑菇随你组合 我需要一些莫名其妙的肉感 可以先给它踩个油门 让锅热起来 这边准备了一些我们出赛会用的 啪啪酸 我会采用到它的芝士 它本体也会采用它的皮 待会教你怎么去应用它 我的供应商好大方 我说给我来一小块 真能赚钱 好喜欢我家的供应商 也姓陈 一家人他们连火欺负我 这里面是各式各样形状的干蜜面 说到这个话题上 通常是配的宽面 因为宽面适合有颗粒的肉酱 原因是因为它能把里边的小颗粒包裹起来 再加上传统的 它吃的不是番茄 它是一个用番茄调味的肉酱 它应该是肉鲜 番茄是一个配卷 它吃的时候通常你在Bologna 你会看到一个很干的一坨 类似于我们杂酱面的肉酱一样 很干很干 然后拿叉子一拎一半 里面出来的红油 是它酱的灵魂 而不是它里面的番茄 不是水汪汪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是这个效果 所以你番茄给多少完全取决于你 这个时候我要和你们聊一聊 我会额外加这些支持性配源 鱼鹿 八角 对我们以往好几期视频前说过了 洋葱和八角在焦化的过程当中 形成的一个化合物 会大大大大的夸张化肉的很多香气 所以它和洋葱要打配合去支持我们的肉 好在这个时候 你时不时可以进去观察一下 你的肉焦化的如何了 你看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 直接拿出来觉得挺焦化了 但是你别忘了 你给你食材付出多少精力 它会翻倍的给你的回报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觉得它够焦了 我拿出来做一面酱吧 然后他们还会去抠脑袋 有各种疑惑 为什么我的肉酱一面的肉味不十足 because you're lazy or you're impatient 这是需要花很多耐心和很长一段时间 去形成这个最终的酱 所以说回重点 这边还要让它焦化一下 你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均匀的褐色 这个角落你看到所有肉差不多这颜色之后 你就可以拿出来了 在等肉的时候我可以先烧一锅水 然后把我们的番茄给起开 为什么要烧一锅水呢 同步操作第二个酱了我们的轻酱 然后让老陈这边烦一烦 简介老师很烦我的 左串右串上串下串的 讲真的这种开罐头的刀 对我们左撇子来说很不友好 这开罐头有没有技巧 有啊 多花几块钱买个更好的开罐器 对这个不好 垃圾 我会建议所有人家里买个好一点 餐厅的就可以垃圾一点 无所谓了 你看我去看看肉 删开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进去 拿个铲子或者夹子进去祸祸一下 把没有焦化完那一部分 翻到上面来 让它继续焦化 烤箱烤箱真的好省事啊 一起在锅里 对啊 有什么劣势没有啊 好能源 要多脏几个东西 理论上来讲 要是你只用锅的话 你只需要脏一口锅 这是我个人啊 看你们自己家条件和你自己的性格吧 这个东西我要做的话 我一做我就做够我吃大半年的量 所以为了那么一次大工程 我厨房炸一下 我是愿意的 反正书房起来可以冷冻 等很多叉 对 这个玩意是应急用的嘛 给你做好就是没有时间做饭的准备 这边是经典操作了 直接把你羽衣甘蓝的叶子撕下来 进去煮1分27秒 热水烫一下烫完了之后 扎冰水防止它泛黄 好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阿辉这边已经非常贴心的 帮我把肉从烤箱里边拿出来了 一是因为它焦化的很完美 二是因为它急着用烤箱 好我这个肉盆上面垫了一层冰 直接给水 让它冷却下来 我再一次强调 你们家里要是没有那么多冰的话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在冷水龙头上面冲一会儿 它摸起来不烫手了 没有温度了 也就意味着它够了 好嘞 这是不是看起来很健康 把鱼衣甘蓝放一边 在这个时候呢 别忘了你要想的是 p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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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酱嘛 绿酱 青酱这个东西可以是任意绿植物 任意坚果 任意干了 你看我今天这个组合是 鱼衣甘蓝搭配南瓜籽 因为什么呢 一我喜欢南瓜籽的香气 它没有那么的个牙 再加上我刚好剩下了一些南瓜籽 好了这边留一点煮它用的水 然后这个食材组合就结束了 先把它放一边 所以这边是我们烤好的肉 是不是很完整的焦化 这个才是我要的焦化效果 这里边刚好有 我们烤的时候露出来脂肪 说句实话呀 要是我同时不需要用烤箱的话呀 这整个酱我都会在烤箱里面做 就变成了 你说它有什么很大区别吗 当然了就是烤箱更容易局部有焦化 还有可能会更颗粒感一些 没有绝对的了 只是我个人习惯而已 但是今天呢我们尽可能模仿一下家里的环境吧 这边是我们已经裂出来的油 然后我会掀下我的萝卜和芹菜 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已经拿了没有什么吸收能力的植物 去垫个底了 把油已经包裹掉了 对不对 我会借用这个机会利用它的蒸汽 去蒸它我的生物蘑菇 突然这个臭香臭香的味就出来了 好嘞 在这个时候踩死油门 给它盖盖 让它蒸汽上来 把里面植物给蒸它 然后我们继续去翻炒它 你看 酷 好了我看看啊 刚才你看到那个亮的蘑菇嘛 现在已经几乎完全蒸汤了 刚好没挂锅底 好在这个时候啊 我就要和你们聊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了啊 我以往当学徒的时候 我的老大 他的习惯是不去焦化这些素材 他只需要把它给炒的软 简单理解为是水分蒸发了之后 它里边自带的糖分和风味化合物 会更明显会更浓嘛 你要是喜欢焦化过的植物的话 你可以踩死油门 好到它变成一个褐色交响月 明白吗 我会用什么方式去判断呢 我站在锅上面闻 闻到我喜欢的味道了之后 我就停 因为你别忘了 我是个不喜欢芹菜的人嘛 对不对 其实我个人判断就是 它没有芹菜的那个草骚味了之后 我就可以继续了 你别忘了 焦化的洋葱 焦化的植物 焦化的蘑菇很抢戏的 仔细观察的老朋友们 他们应该意识到了 我为什么没有放大量大量的蒜 因为我不觉得它给最终的产品 带来了任何绝对的优势 这是一个很综合的一面酱 好了到这个阶段 我就可以停了 在这个时候我会下洋葱 钻进去给它点水分 这啥这种事情 先后放的时候 最有什么讲究吗 我会选择最后下洋葱 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个天下 不需要焦化的洋葱 用什么意思 然后洋葱先放的话 它挂了锅底 它糖分很高 它很容易糊底 我会先把糖分较低的东西 先放进去 ok cool 植物到了差不多这个阶段 我就会停了 一是因为我喜欢那个香味 然后二水分汇发到一定程度 这个锅会很容易糊底 我就直接在这个时候下我的液体 就我们调味了 你看 所以我会给大量的鱼露 真是很多 慢慢汇发 然后这边再会给意大利人的最爱 他们的咸鱼罐头 你可以理解为是我们怎么用鱼露 他们就会怎么用这个咸鱼罐头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冰箱里面有些什么 用不完的葡萄酒了 这边有干红 再加干白 到这个时候和你们科普一下 葡萄酒究竟加哪一种 完全看你个人习惯 你炖的时间够长 他们俩之间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很大区别了 就看你喜不喜欢这酒他本人的风味 我的规矩通常就是我喝不完的酒 但前提是我自己想喝的酒 在这道菜里面没有所谓的必要环节 习惯上来说很多人会选择放酒 这不一定意味着你必须要放酒 我放酒的原因绝大部分原因是情怀 但是你必须要去品它后面的化学的话 就像我们曾经说过 很多风味化合物有一部分是水性的 一部分是酒性的 有一部分是脂肪可溶解的 对不对 所以你给一点酒精理论上来说 能帮助你去榨出来这些风味化合物 但是唯一一个硬规则就是你要放酒精的话 你要确保你把里面的酒精给煮出来 闻到没有酒精味了就可以继续了 好 在它慢慢秃秃的时候我这边再摘一点鱼肝蓝出来 因为我怀疑我们员工餐赶不上吃肉酱了 只能是宵夜了或者是明天的员工餐了 今天我们就只能吃这个青酱子了 我待会可以呼吸他们说是 哇 我很在乎他们的营养啊 去健康一点呢 高点腿你胖了呀 老陈干点活呗 你看看那锅有没有挂底 这样可以了 太好了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以边拍片子边做的酱 没有什么难的 赶紧调杆 对真的是 没想到你们那么不喜欢交作业 哎都是不好好学习的孩子 一群骚扰爷们天天围着我屁股后头 要要要要要要要 给了之后就也不好好珍惜哎 累不累你说 我们停根吧老陈 好 停一会吧 真的让他们求我们 求往死里求 好在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考虑往里面放什么香料了 别忘了你放八角不是为了它 让它有八角味 只不过是需要八角去支持一下 你看你现在闻一闻 这个是不是完全另外一种香味了 好香 是吧 别忘了那么多植物那么多肉 他们很吸黑胡椒的 千万不要在黑胡椒上小气 好这个时候继续 让它秃秃一会儿 对就是这个意思 它是个肉酱 以往这个酱的出现是在 那个区域的穷人 他们刚变得不穷的时候 或者庆祝的时候 才会做的这种肉酱 他们手上有什么肉就用什么肉 有时候甚至会里面放个香肠 什么可能性都有 你看一点都不攒多好啊 这时候呢就和你们分享一下 一个我的小技巧了啊 我个人觉得一个很灵魂的操作 是让你的番茄焦化 所以趁这个烤盘里边还有脂肪的时候 我会直接把罐头里边的番茄挑出来 在高温的烤箱里边或者是在锅里边啊 用大量的脂肪先把番茄焦化一遍 你这个时候就传统意大利乡村太太一下吧 不要和油混在一起啊 你要的效果是飘在油当中 酷这个看烧的怎么样了 我觉得还可以干 因为别忘了就像我说吧 这个酱其实是很干的 所以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湿大大进烤箱 好了这边番茄糕 对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 很多董哥我说你刚说完的 不要放太多番茄 怎么放那么多茄糕 一共八斤肉呢 到这时候就差不多了 这个姜汁已经收到我喜欢的阶段了 然后我这边就要开始考虑给它调味了 在这个时候呢 你做的所有一切一举一动 都要经过你自己的严格烤盒 我这个肉是没有调过味的 我说肉上给了点盐 这边的番茄呢也给了点盐 很多人喜欢带着盐做饭 很多人喜欢在最后调味 完全看你个人习惯了 我个人觉得边调边做更安全一些 你信不 现在我已经能听到了 哇随家厨房有那么大地方 高喊近郊一些没用的 你不拍了回家 听根 好这边最后观察一下 把锅底的锅吧解放一下 都是你花钱花精力争取来的风味 千万千万不要浪费给洗碗机 来最终给你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直接倒到你的肉烤盘里边 和和一下拌一拌 拌匀它 是不是突然就很合理了 所有一切的操作 深褐色风味 gross 我这边没有估摸好 我这个烤盘里面大概率不够位置 那我就换个深一点的 别选我 你看你要是选烤盘选容器当中 我心里选大一点的明白吗 那个番茄是要焦化的 这个番茄我就直接保留它新鲜 让它垫个底 刚好我们做这个酱的过程当中 也需要点水分 就直接把我们这杯的酱铲进来了 有点小小烫 到这个时候我不是给你提了吗 帕马餐的芝士 那么我们要用到这个皮 一块帕马餐芝士外面这块蜡 它上面有很多很多风味 我们可以拿它当汤料来用 直接埋在里边 好嘞 烤箱可以让给我了 我就不和大伙客气了 直接先浸番茄 让番茄烤个焦化 好嘞 在我们等烤箱的过程当中 我先把员工餐的青酱给解决了吧 玻璧鸡 再也简单不过了 别忘了这个就是处于是那种 半成饼酱的操作 这边是我们的烫好的鱼衣甘蓝 给点烫鱼衣甘蓝用的水 前鱼罐头调味 鱼露会不会很臭 但是你用完了之后是不是会觉得很香 很咸你试试 能接稍微 是不是 挺鲜的嘛 去接 上破壁机 踩死油门 到差不多这个阶段的时候 给它撕点罗勒叶下来 好在这个时候先看看 调味如何 我觉得刚好缺一点酸 那就直接给点酸 别忘了这种青酱就完全取决于你了 你就先抱着青酱的心态去想 只不过是换了个植物而已 再来个收集柠檬 好来点陈皮 嗯 beautiful 这破壁机又要嗝了 来闻一闻老陈 清爽 是吧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利用同一个锅 同一个酱去煮面 然后去完成这个最终意面了 就等于是 你要吃饭 倒计时十分钟左右煮面的时间 加上两三分钟去烩酱的时间 Honestly no 水费的唯一一个原因 是因为在滚动的水当中 你的面不容易成团 你放很多水 也就意味着它滚开了之后 你下面它反弹的快 懂了吗 所以餐厅里面大面缸里面 放一大锅水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出餐会快一些 假设你只做一碗面 或者你自己做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我通常就是 见到水有点温度了 我就下大量的盐 然后直接下面就行了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呀 这点水是完完全全不够的 所以在煮衣面这个话题上 不要去信那些谎言 很多人会跟你说 衣面有一个准确的吃法 要夹身啊等等的地 and that's all bullshit 所谓的半生不熟 有个形容词 在意语当中是 aliente 或者是凭你哑口 所以在煮的过程当中 时时刻刻要保证 你在尝试 在尝试 在尝试 嚼嚼嚼摇摇摇摇 过来给它露个水 你肯定听过那最经典那句话 保留一点面水 你具体保留多少 完全看你了 beautiful 千万不要浪费 然后回到火上 继续霍霍 其实这个刚好啊 是我喜欢的一种 一面处理方式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你同时获得了健康 也同时获得了一个很 乍眼的一个绿色 对不对 但是你不会觉得你亏待了你自己 然后为了模仿一下传统青酱的 一些风味 罗勒叶粗切啊 滤上加滤 来 给它beautiful 来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考虑 往里面放一点你喜欢的脂肪 这是我们初菜用的青黄油 我们改天再聊混混黄油吧 可以不 想看不你们这个弹幕 老陈在想 其实我们已经做过了 但是你们这帮兵 不好好的往前翻 我们可以接着机会水个视频 多好啊老陈 别说出去 beautiful 好嘞 再给你们下个雪 今天发葱一下啊 经典橄榄油一下啊 结束了 先吃饭啊 好嘞 来 这个我先给他们刮上来了 好嘞 拿下面包 还有撕啥货 对啊 就是配一面用的fogaccia 我们这一季的菜单 会有很多免揉面包 因为我们要想尽办法给大伙做一些 简单不需要揉的备料了 你们要学的话改天教你们 来走喽 好嘞 好嘞 那我们先吃饭 然后肉酱一面和最后那个一面 我们宵夜处理 可以吗 可以 好嘞 来 What up guys You joined me in the kitchen after service 我们不能选周六拍摄了 差点把我累嗝了 Anyways 120部烤箱里面走了 大概三四个小时之后 你将会看到一个非常浓郁非常诱人的 它其实就是一层油 不过千万千万不要慌 这个油你看 倾斜一下你就可以倒出来或滤出来了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油 所以我今天不会选择把它给露出来 免得我还要往里加黄油 对不对 我更喜欢动物油的味道 而不是黄油的味道 所以我就会选择把它留在酱里面 等到室温了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放到个树风袋里 或者是一个密封盒里 直接踹冷冻 Beauty Look at that 然后刚好这个芝士芝士皮 直接可以拿出来了 把它上面的奶酪刮一刮 这个其实最罪恶的 做完了之后直接拿它拿去啃 来块意大利牛奶猪皮好不好 是不是长得有点像猪皮 有点烫的哈 好吃哦 它有真实的夹外 就是已经没有了臭味了 好 煮面的水这边搞一波 踩子油门 找点衣面 先给你们得瑟一个随性所欲pasta 很多人闲得没事干 就会来餐厅 问我们有没有奶油培跟蘑菇衣面 可以有 事实证明在镜头面前 我可以在十分钟之内 从生食材给你甩出来 我只是不想做而已 因为我做完了之后他们说 为什么没有奶油味道 某鱼吃的有好多汁 有好多培根 that's not what the carbonata supposed to taste like 但是 无所谓了 所以我们需要聊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 我可否在没有准备酱的前提之下 用一些生食材 做出一个像样的一面 yeah and I'm here to tell you yes yes you can 水这边已经开了 来挑个形状吧 老师挑开过的 哇 开过的形状的确很好 直接给它下一些 那就下这么多 可以了 面在煮的过程当中 会吸大概一倍的水 所以你进去100克 出来就是200克 加上酱和汁 就是半斤至350克的食物 就刚好是一人的分量 大概这么去品 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面 到底是怎么做的 理论上来说 首先我们要往碗里面挂大量 大量大量的奶酪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餐厅 会选择不用传统方式去做这道菜 因为成本太高了 蛋黄 大概四五颗吧 然后给大量大量的黑胡椒 因为别忘了 这道菜它的名字就来自于 Carbone Carbone 就是炭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的黑胡椒在模仿 一颗粒一颗粒的炭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再用碗来倒来倒去呢 我意识到了 很多人不想脏第二口锅 所以今天我给我这严格条款 就是只能用一个炉子 你看这个面在很欠很欠很欠的时候 你就是非常非常假身的时候 我会先选择把它拿出来 盛到碗里边 这个温度足够让它继续煮下去的 好然后我这边切一点 我们辛辛苦苦这段时间 一直在研发的牛培根 因为意识到了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熟成牛肉了 然后有很多朋友们 无论是因为信仰也好 还是个人习惯也好 不想吃猪肉培根 那我们就花点时间去做牛肉培根 你看 直接先下牛肉培根炼油 这牛肉培根是不是很牛逼 我一问这个味儿 是吧 红糖淡淡的八角 对是不是很香 其实比猪培根好吃多了 然后别忘了 我们这个要的是一个非常轻微的上色 要是这个上色太狠的话 这个焦化培根味太抢戏了 那我什么意思不 这边再切点蘑菇 说是切了 其实我就是用碎出来的蘑菇而已 这个时候你看看 这个面泡的怎么样了 这速度 刚刚好你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看蘑菇的调味怎么样 这边也其实够咸了 那我们就直接给一点点我们的面水 别忘了面水里边有盐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额外放盐 然后直接用这个面的余温 煮化面水里面 像这样 beautiful 所以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 你的面现在很渴 也泡了很多很多水 水的温度加上培根的温度 加上蘑菇的温度 加上你面水的温度 刚刚好 刚刚好可以把这蛋黄给糊熟 糊到一个非常轻非常淡的卡士达的质地 这也是为什么你的酱是个非常湿润的一个酱 你要的不是那种很粘稠很糊嘴的那个奶油味 你要的是一个像奶油质地的一个酱质 但是里面不能有太多乳糖和乳蛋白 因为别忘了牛奶会概括很多 就是掩盖掉很多很多细节上的所谓风味化合物 好了 我会选择再煮一点点水 你要是看到这你一面有点干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怕 多给点水 我个人觉得这个酱有点干了 因为我是个很喜欢很湿很汁的一面的人 beauty 这个就是所谓的carabunada的一个我喜欢的版本 很汁很汁很汁 你要让它粘稠的话 别忘了 你可以回国再收一手 这个一面的调味完完全全在培根和面水里 不用额外加盐 然后用最低最低火千万不要心黑 你要是摊的话 很容易把这道菜做成一个炒鸡蛋 就粘稠了吗不是 然后再质量的爆表 所以成本高嘛 没人给你做是有原因的 培根芝士黑胡椒面都有了 来老陈啊 嗯 是吧 嗯 我准备下一个一面了 好了老陈你想吃干一面还是鲜一面 反正方便怎么来 一样方便鲜一面反而快一些 好了 这一锅啊我就不给盐了 因为说白了 那么薄的面 然后煮那么快 你后给盐也不会有很大影响 All right 面到这也八九不离十了 赶紧退火 露出来绝大部分水 但是留一些些 传统意义上来讲啊 这个酱是直接淋在面上面的 但是你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把酱和面乳化在一起 一勺灵魂 红油拌面了 补一点盐 因为我知道这个面条我是没有给盐的 你看 刚才的水完全被吸进去了 你也就可以理解 我是带的汁一起进去了 你应该吃不了那么多吧老陈 吃不了那么多 好 精致一点 发一袋淋一点 好好好 卷卷卷卷卷 搞得像这样会让面更好吃 再搞一勺灵魂 少给一点 就88了 来上面淋一点点红油 然后再给它下个雪 108 来个响亮的 来看你怎么吸溜了 来 DAMN BOY We can't be friends anymore 来吃饭赶紧吃饭 对我们结束一下才能吃饭是吧 对 好 其实面也不重要 对不对 虽然这是传统 然后它的确很好吃 但是这个形状的面我们有多少种 对不对 不要被一个面来举线 不要被意这个这举线 对不对 只要你甚至不要被面举线 你要用粉也不是不可以 It's your food Do whatever you want with it 这只是一个肉酱而已 那我们不多废话了 Thanks for watching guys take care I'll see you soon Fuck that move 我猜老陈要大袋的 外面吃不到的我 很少会有人这么去做一面 你想我们花多久 所以就耐心对待你的食材 肯定会得到相关回报的 防护焦化 防护融合 也真的是挺功夫的 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人对奶奶 对外婆nonna 这个角色那么 有那么大情怀和感情 通常就是很多意大利家庭 当中都会有这个角色 你的姥姥还是你的奶奶 天天可能在个大锅面前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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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然后看你吃饭不像会拍腻巴掌那种 Mange 很有耐心的给全家人做饭 对 你想嘛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写书嘛 也会往这角度去写 因为说白了 饮食是一个很低成本的一种心理学 你这么说我就好期待我们的书了 是吧 我也有点 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那倒不见得 有可能会心酸呢 有可能会不开心啊 反正先期待 对啊有可能看完了之后 你会意识到你不应该当厨师了 好